到底对我和孩子有没有一些关心呢 其实我对你是孩子也不说不关心 因为本身我是运动型的嘛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慢慢来改变嘛 你是运动型的 对啊 那你那会招着人家干嘛呀 主要是我是户外型 他在户外把我逮住的 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同学 但我们不在一个班 啊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 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学校很多男孩女孩子都喜欢 去郊游去爬山 做一些户外运动 啊 我俩是在一次户外叛岩的时候也是的 他也叛岩啊 当时是我拖着他 我不敢呢 所以他老拽着我 啊 一来二去 感觉 他也吸引我 我也心疼 啊 慢慢的 所以你找了一个是 愿意做那种相对比较刺激的运动的一个男人 啊 对啊 他对家庭的责任尽的好吗 当爸爸的责任做的好吗 一般吧 算好 这我感觉我做也挺好啊 他陪儿子玩还行 那就很厉害了 现在很多爹都不会陪孩子玩的 我觉得能把孩子带出去的爹都是好 但是我觉得那孩子也是他的 他当然得负责了呀 那就你得看到他的优点啊 他就瞎玩 多危险呢 多危险呢 现在 以前是没有孩子 感觉还行 但是现在有孩子 你得为孩子讲个好 所以妻子今天是带着一个对先生的那种爱来的 对吧 对 怕他出事 担心他 各种担心 从出去的人生安全 到借车 所谓家庭的财产安全 到他陪孩子 孩子的安全 总之你的心都要为他操碎了 可是这男人不理解你 是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士说的最后的一句话 刚才一下触动我了 她说 现在有孩子了 你以前没孩子的时候 你这种的玩 这种的危险的运动可以 现在有孩子 你得为孩子考虑 我突然想到了 我马上要生的时候 我先生问一个前辈 一个叔叔 他当时看到自己女儿出生的时候 第一感受是什么 然后那个叔叔 他说 我第一感觉就是 我怕死了 以前可能干什么事都很冲动 可是当我看到女儿出生了以后 我第一感觉就 哎呀 我得长寿啊 这么小一个 他以后要长大 要诈人 我太怕死了 所以他刚才那句话突然触动我 我就想跟这位先生说 其实我们暂且抛开女士这些唠叨抱怨等等 这些事情不说哈 其实他想要跟你传达的是 他担心你的安全 他觉得现在你们是有另外的生命的延续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危险的话 他没办法预料未来的 所以他其实要的很少 他要的是什么 你凡事报备一下 告诉我一声 有的时候女人有的时候 女人会斤斤计较会矫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她感觉不到自己在你心里的那个位置 你总是把外面的事情看得比她重要 你总是把外面的事情看得比家庭的事情要重要 她找不到这个平衡点了 所以她要一直抱怨一直唠叨 其实她想要的就是 你多能把心放在家里一些 多顾及一下我们母子俩 然后女士就是 你从上场 你的一个状态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唠唠叨叨婆婆妈妈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有点怨妇的那种感觉了 如果你因为只是会抱怨 只是说把自己的需求全部一股脑地丢给男人 你必须要按照我这方法这么做 你必须要给我回馈 那样的女人 肯定没有男人会喜欢的 对吧 其实你要的那些点什么的 我都理解 我都明白 但是可以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 她比较能够接受的 因为你看她的性格是那种爱冒险的 大大咧咧的 你越是这种的紧的方式 把她往回拽的方式 她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完全是存在沟通上的问题 你们两个可能确实不同 你比如说你所讨厌她那些事情 什么带孩子去滑雪那么小 什么一些冒险的事情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非常高兴 就是我孩子的爸爸特别不喜欢这些 我得买装备 先把她爸装备好了 再让他带上他儿子也装备好了一起去 因为我的理解对这个世界 我希望男孩子有更多的视野 更多的挑战 更多的感受 就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当然女士她所需要的是 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我的孩子是在一个健康的 安宁的状态下长大 你们有这一点上的不一样 但是遇到不一样怎么办呢 婚姻有时候就是要妥协 你为了她的那一份小心谨慎 对孩子呵护的爱 要去妥协 不要带着那么幼小的孩子 再去从事那么有挑战的事情 再大一点啊 而你为了你这样一个爱运动 对生活有挑战的这样一个先生 其实也可以有所妥协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多的了解一些 极限运动也好 或者是户外运动也好的 一些基本常识 哪些是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玩的 让他去培养 儿子就需要有这样的爸爸 所以多为对方想一想 我觉得你们一定能找到生活的平衡点 谢谢